大家好,我是月寒 在宋朝的末年有一个姓金的将军 这个将军经常会在外面打仗 战功非常的显赫 但是他只有一个女儿 所以对女儿是特别的宠爱 把最好的都给了女儿 女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长大之后可以说是文武双全 可以说是在当地很有名的代驾国女了 这个也导致很多的王后将相的公子 踏破了金家的大门 但是将军的女儿一个也没有相忠 一个都没有成 这个也真的是应了那句话 一家养女百家囚 更何况是像金莲这样文武双全的女子 这不有一天家里提金的队伍越来越多了 金莲闹得非常的心烦 就拉着自己的贴身丫鬟 去附近的金光色散心 结果金莲的行程 被同镇上一个穷书生给知道了 这个书生一直暗恋金莲 终于有机会能够接近他了 书生就想了一个歪招 他就假扮成一个小和尚 打算去金光色的路上去蹲守金莲 来一场邂逅 眼看着金莲越来越近了 书生的心里也是怦怦直跳 走近向金莲施了一个礼 金莲看到这个小和尚 害羞的脸都通红了 一直盯着自己看 一下子就猜出来这是一个假和尚 反倒是这个时候呢 有了一股感觉 想要试探一下他的感觉 就说了一句话 说 累累结旧梧桐子 书生这个时候 纪令一动 说了一句 单单只带凤凰球 那这里的凤凰呢 可以说是一语双关 暗指的就是金莲本人 金莲一听呢 还不错 心里呢也有了一点小窃喜 为了保险起见 金莲呢准备再出一个对联 来考一下他 就说了 日为阳 月为阴 日月并明 那这个对联的难度呢 可比上一个要强多了 天地分乾坤 万物分阴阳 日为阳 月为阴 日月并在一起呢 就是一个名字 书生想了一会儿呢 也没有被难住 就说了一句 子为夫 女为父 子女兼好 那不光和尚名非常的搭调 阳为夫 阴为父 阴阳结合 就是好 那这一句呢 比上一句更深情 书生呢 也暗暗地表达了自己 想要和金莲 喜结联好的音乐王 那金莲听了书生的夏脸之后呢 非常的满意 回家之后就和父亲说了 想要和这个书生 去成亲 这个将军呢 也没有那种特别古板的封建思想 直接就听了女儿的话 去书生家里 去提亲了 那我们说完这个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呢 也是古代为数不多的 恋爱自由的例子了 如果说 幻成是你的话 要对这个夏脸 你会怎么对呢 可以在约翰的视频区 一起留言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感谢